受傷 就是大部分來講都是我們在手跟腳 大部分都是一些像騎機車啦 然後一些外傷啦 背道的割傷 力氣割傷 甚至現在因為一些極限運動的盛行 有一些高速運動 就是一些滑雪 都會造成一些神經的一些拉傷 一些嚴重的這些外傷 那比較甚至有一些跟運動是一些燒腸傷 電擊傷 都有可能會造成這些手跟腳的一個神經的受傷 目前周邊神經的那個重建跟再生 大概最基本的在這二三十年來 大部分都是用外科的行為手術 就是我們用行為鏡 然後把那個神經素一條一條的縫起來 那可是因為神經系統 它比較複雜 從脊椎到腳其實是一個非常長的 甚至是到一公尺 所以這個修復上其實是比較困難 常常在臨床上大概成功率只有一半 也就是說大概只個同伴 好跟不好大概就是只有一半的紀律 那目前的話 對於整個神經的這麼長 從脊椎到腳底或是到手掌的地方 我們目前有一些比較新的一些療法 那包括一些幹細胞或是這些在生的材料 那電視機是唯一現在比較新的一個方法是 它比較沒有一個所謂的副作用 它對於全身的話 從脊椎到肌肉都有一些幫助 那我們今天要提出的這個神經 重邊神經的電視機 就是針對使用一些電視機的方式 在末少的肌肉受損的地方 暫時它是沒有功能的 所以在它恢復功能之前 我們利用一些電視機 讓它維持幹細胞的活性 還有神經能夠比較容易接得到對位 譬如說感覺可以接到感覺 肌肉運動神經可以接到運動神經 來達到之後比較好的功能 包括說復健以之後也會有什麼 原則上 周邊神經的電視機 大概現在都是比較新的方式 都是以個人精準化的目的為作 也就是說在它神經再生的這兩年到三年的這個期間 我們會依據它神經再生的一個狀況 來給予適當電視機的治療 那以目前來講 大概我們初步已經證實說 短期的這個電視機 就可以有幫助於它 大概半年到一年內的神經的活動 那神經的活動之後 因為它的肌肉還是會比較 苦力跟它的那些功能關節會比較難縮 所以這個還是回到基本 我們在傳統的這些治療 包括說肌肉的這些復健 然後還有包括關節的這些復健 還是一個比較重要 那最後還有關於就是說 這個神經長回去之後 因為不是原來的一個進入 就它原來的這個神經 接到大腦的這個回路 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而且大腦的一些控制的部分也會無縮 所以後續在導入一些AI的部分 針對它的這個復健 讓它知道說它要動哪一隻手指頭 就動到哪隻手指頭 這也是後續一個很多的功能復健 必須要再加強而增 就是只有刺激原來的神經 但是我們這個東西 因為神經裡面的那個神經數其實很多 那大小的也不一樣 傳導速度也不一樣 所以我們經由我們的一些優化的參數之後 最主要就是在刺激神經 單純是神經到肌肉的交界的這個地方 它有一些特殊的神經 然後讓它的這些神經的一些刺激的這些因子可以釋放 那這個釋放之後呢 它會活化這個肌肉裡面的一個幹細胞 然後讓它刺激它產生更多的肌肉的再生 以及它的這些血管的一些增生 那達到說整個功能的這個恢復 這樣子 應用才可以 對 那未來它的這個應用範圍就是非常廣 除了外傷所造成的這些神經 到肌肉這些交界的這些受傷 那包括說腫瘤 那或者是一些這些慢性的這些神經的損傷 那所造成的這些肌肉啦 或是感覺的這些萎縮都有它的幫助 大院是做完整的這個外科跟專科醫師的訓練 那同時呢 他也是我們成大醫學院臨床醫學研究所的博士 同時他自己呢 也在這個日本東京大學 還有美國加州大學呢 進修 那我特別講一下這個學醫師很厲害 他做了很大的這個發明 今天他要講給他報告 那大家知道這個手 手部或者是受傷完以後呢 這個常常會發生這個肌肉萎縮的這個現象 這在臨床上面呢 是很難解決的一個這個問題 那學醫師呢 根據他的專業呢 自己發明了一招 這招滿厲害的這樣子 就是利用微弱的電刺機呢 可以增加神經的再生 還有避免這個肌肉萎縮的發生 他因為這個新的發明造福了病人呢 在去年得到這個中華民國的國家新創獎 同時把這個結果呢 發表在全世界第一流的這個醫學期間 那這個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他目前呢 再繼續發展可以植入性的這個 所謂電刺機 微小電刺機呢 可以有助於病人呢 避免發生肌肉萎縮的這個現象 下面我把時間交給這個薛醫師 謝謝大家的那個歷理 那我今天是 我是薛醫醫師 那我想剛剛那個步驟其實介紹的還蠻完整 我想說那差不多就是這樣 謝謝 那我目前說還是在針對這個部分 再跟各位大概到底再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是大概是目前台灣跟亞洲大概比較少 遇到目前大概只有在北美 就是加拿大跟美國有在做這方面的一些臨床運用 那我是在那個前幾年去美國學習 然後把這些東西技術引進 然後在台灣我們自己做完之後 然後把他有機會速度的成果 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發表的 中類神經的這個電刺機的相關研究 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整形外科 但是也是手外科 那在成大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手外科這些神經重建跟創傷 都是由整型外科再來處理這樣子 所以在我這邊其實真的 尤其南部之前工作 因為一些工廠的關係 其實很多都是在這一些那個外商 其實很多 所以我們就遇到很多這種隱難雜症 然後包括周邊醫院也都會轉過 所以其實我自己臨床上 除了做手外科 最主要就是在周邊神經的前線 那當然中間會接觸到一些再生理學這些部分 那我們就今天最主要就是介紹這個手的這個部分的神經再生 他的一些困難點跟我們想要用怎樣的突破 對這個部分跟大家做介紹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我們一床上頭 其實在周邊神經 大家知道說其實神經細胞 是我們全身最長的細胞 細胞本體就是一個細胞 它可能有一個細胞本體在脊椎 可是它的細胞最末梢呢 就是同一個細胞 是在你的手的手指頭末梢 或是在腳指頭末梢 所以如果像那個名模有沒有 那個腳長一米的那一種 那就是一米長 就是你的細胞的長度 所以它很容易受傷 只要你因為一些運動 或是說一些極限的運動 外傷都有可能容易受傷 那我們常常接受到的Case是什麼 就是像這樣子 一個比較複雜的神經腫瘤 或是外傷 我們去做神經的這個腫瘤切除跟重建 那比較常發生的 我有關於外傷的 跟他平常工作有關係的 就是這些神經的壓迫 像我們知道就是這個所謂的滑疏手 往隧道症漏去 那就是這樣子神經整個壓迫 發炎疼痛 非常厲害 然後手部功能也會萎縮 連杯子都拿不住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甚至更嚴重的 在我們南部其實還是有很多 遇到很多這些功能 然後做一些高架的這些部分 它因為衰落 導致著這個手部避神經蟲 那一受傷之後 一個神經再拉斷 像這個東西 就像一個麻花片一樣 這所謂的避神經蟲 臨床上我們看到就是這樣子 一大堆 可是它的神經其實是在裡面交錯的 那它如果 這東西一旦斷掉 一旦扯斷之後 你整隻手是沒辦法動的 那手我相信在我們人的這個社會裡面 人來講 你都連手機都沒辦法滑 那這件事情大家應該是沒有辦法接受 那也沒辦法吃東西都還要餵 明明你看不起來好手好腳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 在功能上 尤其這些受傷都是在年輕人 二三十歲 就是高生產力的這個年紀 所以我們常常出一點就是這些 比較困難的重建 那這些神經的重建 最大困難點還不是 只是在於說這個構造很複雜 構造很複雜 大概這二三十年來 我們整型外科 顯微手術的這些進步的話 我們可以用顯微手術做很精細的這些縫殼 可以把它一條一條縫起來 可是它的問題在於說 它受傷之後 你把它接起來的時候 不是像接水管 接完那個中華電線 接完電線就通了 沒有 它接完之後呢 它這個地方 它要重新再長 重新從這個地方長到這邊 所以大家可以想像說 如果你受傷是在肩膀 然後這個這麼長 要長一年以上 才有機會長到肌肉 你的肌肉才不會繼續再繼續受傷 所以這個是神經跟血管一個最大的 一個不同的地方 那它的這個地方長過去 還順利的話長得過去 目前來講 它一半的機會長得過去而已 一半就是長不好 所以你功能就是沒有辦法到那麼好 那就算順利長得過去 一年你會發生什麼事情 肌肉不縮 這是肌肉 因為它沒有用 沒有一個電訊號轉下去 它肌肉就穩縮了 那其實到最後 神經長到最後長過去 還有 還要克服一個天然的一個障礙 就是神經長到肌肉生命 有一個所謂的這個神經跟肌肉的結合處 這個地方都已經退化了 它重新 它長到地道進去 就像那個 在外國很久的一個回家 這是一個遊子 他終於回到台灣了 發現門百號碼都不對了 他進不了家 所以這個是一個 這個其實是現在目前領導上最大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那這個問題重要嗎 很重要 因為以這個市場規模的這個 這個來看的話 全球在神經修復跟再生的市場規模 在美國 他們做了一個統計 但是它去評估全世界 那大概在2019年的時候 大概有60億的股份 有這麼多 但是呢它是一直在增加 預計在2027年之後 它會成長一倍 也就是說年成長率百分之9 我想大家如果再做那些ETF投資的話 年成長率百分之9 這件事情非常下人 因為通膨也才5而已 所以這個是非常下人的一個成長率 那在這個裡面呢 在這麼大的一個市場規模 我們可以知道哪一塊 神經修復的這個部分 以電視機跟神經調控 這個部分是佔了百分之60 也就是佔了這塊比的60 所以它是非常大的一個市場 這點表示說我剛講的說 在未來的這個周邊神經的這個受傷 其實在這個電視機的調控 其實佔著這個電視機的一個幫助神經再生 其實在未來是佔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角色 而不是在傳統這些手術技術的這些部分 那主要原因還是在我剛有提到說 發生率其實越來越高 為什麼我們的車子 我們的一些移動的東西都越來越快 然後我們的極限運動 大家玩的都越來越多 越來越複雜 爬山還是滑雪 越來越快 然後這些東西也不斷在創造這些世界紀錄 所以周邊損傷的機率其實只會越來越高 不會越來越低 因為我們的人體的結果就是這麼墜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這些技術 因為目前就是一些 因為用到這些設備 都是跟所有的新的科技有關係 那尤其像AI的這些紀錄 讓這些神經的這些構造 用這些新的科技在調控 變得是非常可能 而且是非常有高的潛在的 這些現金的這些技術的發展 那再來就是說 很多東西在現金國家 它都是以高彈降 就是乙氣都是越來越高彈降 因為它的東西越來越精密 包含一些乙氣的IC的整合 所以這個東西會讓這整個市場 其實是一個非常蓬勃的一個市場 那我們回到醫學的部分來看 醫學的部分 到底這些神經這麼困難 那我們臨床上怎麼辦 還是有 我們臨床上老師交給我們 就是顯微重建 這個在整個的外科的領域裡面 就是一個非常高深的學問 目前的一個中研院的院士 就是衛福學院士 在外科醫師第一個當院士的 也是在做顯微重建 所以就知道說 這個東西在未來的功能上 還是辦理不可或缺 絕對不會被AI取代的角色 然後這些生意材料的應用 可是除了這個之外 傳統老師交給我們之外 其實後面有一大堆這些東西 都是在蓬勃發展 一些藥廠啊 或是一些生氣廠商 蓬勃在發展 例如說像大家都知道 什麼細胞治療 基因治療 甚至一些藥物 甚至中草藥的這些發展 其實都辦理一定的角色 可是呢 因為有它的好處 就一定有它的壞處 像是藥物啦 甚至是細胞治療 其實大家都還是有些顧慮 包括一些中草藥 還是有些顧慮 甚至藥物的部分 它有一些 會造成它有些 就是它會有那個耐收性的問題 所以目前來講 就有另外一派的人 大概在做什麼 電視機 或是一些其他的能量的介入 那用這些能量介入 它相對上 比較沒有那些副作用 那我們希望說藉由這些的部分 那可以減少它的一些副作用 一些藥物 所導致一些全身的副作用 因為它可以 單獨就針對這個神經 因為神經其實很深 那它旁邊有一些血管 有些軟組織 其實我不希望它受到影響 就只希望針對這個神經 而且我不希望是刺激它 右手的時候 左手也會動 我們不希望這樣子 所以我們希望是 單純就是只有一個局部的一個治療 減少副作用 這個是在電視機 未來有可能 可以發展一些優勢 好 那這東西是新的嗎 其實不是 大家都知道說 傳統的這些醫學上來講 喔 你這個控肉控肚 大家都知道很多嘛 那哪裡痛呢 頭痛就是手或是腳 腳痛就是捏哪裡 什麼人中穴還是什麼穴 對 這個概念已經不是吸的 但是只是說 因為我們傳統現在醫學 對這個經絡 還沒有辦法得到醫學的科學的證據 可是針對我們現在 對於這些 臨床上一些神經結果學的進展之後 其實我們知道說 光在手部的神經 它其實包含了很多感覺跟運動 然後它的大腦的部分 現在美國已經慢慢解出來 它到大腦哪裡是有接受的地方 然後呢 在手部的部分 哪些部分是感受到溫度 哪些感受到感覺 那前幾年前一兩年 還因為這些發生一些 這些的手機還有諾貝爾獎 也是針對這個部分 去知道說 到底我們人體是怎麼感覺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 因為越來越了解 頭尾相接越來越了解之後 我們對於這些部分的神經 這些接駁學 可以有進一步 針對某一個特定的神經 去做刺激 那就有機會 讓它去做一個 再生的一個部分 那其實像這個東西 中醫也看到這個部分的趨勢 他們現在因為 可能沒有人再去念那個武功 依照我們看那個武俠想說 要練那個針灸前要先練氣功 才會傳遞能量 現在沒有了 現在中醫也知道說 如果加上針灸 然後再加上電 其實可以改善 當然傳遞這個能量進去 所以等於是說 針灸變得只是一個傳遞的物質 真正重要還是這個能量的一個刺激 就包括以前說 我如果沒有練氣功 沒有練那個內功的話 怎麼針都沒有用 所以以前的中醫就是什麼 就是武術高手 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這個東西是可行的 那未來呢 我們能不能做到像科幻電影這樣子 直接一個儀器這樣掃描過去之後 就變到我們要的 這個是我們其實是 現在未來想要發展的 類似這樣的技術 利用這些高階段的這些儀器 高階的儀器 電子的儀器 我們希望可以做到這樣子 但是這是我們未來的夢想 好 那目前全世界到底哪些東西有做 就像我剛提了 其實目前大概只有一個加拿大的團隊 做的比較完整 那我那時候去美國的時候 美國也開始在做 美國大概在東岸和西岸各個團隊 我是到西岸的那個團隊 就是在HCLA 就是美國加州大選的洛杉磯分校 那我們那時候在做的東西 就是因為那個是提到西 我們就是根據那個 我這邊先跟大家講說 加拿大的團隊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其實做了20年 然後把這些的那些 為什麼會影響到這些神經細胞 這個變下去之後 它影響到這些神經細胞的什麼樣的部分 它把它展開 那目前認為說 它可以在一個神經受傷在這裡 它去刺激這個神經元 就是在我們脊椎那個部分的神經元 它可以讓它長得比較多 長得比較好 這個是他們發現的這個領路 也就是說 以前我們認為說 我外科手術我很厲害 我是神刀啊 我就是去修補這個地方 修完之後它就會自己長 其實沒有 我發現你床上真的很困難 所以他們提出的就是說 用這樣變視機之後 去刺激在你這些 這些他的老大 就是在他的這個脊椎 這個神經的細胞圓 他可以讓他長得比較多 長得比較好 然後達到他 再生最後長得比較好的這個墨病 那因為他們提出這個概念 已經在一些臨床試驗驗證 就像我剛剛跟各位提到 在穩睡到症候群 就是滑鼠手 甚至是手的神經外傷 避神經蟲 他們都有一些證實說 這個東西是可行 而且是初步 是有效 他們已經從2007年 已經做了大概將近20年了 所以這個是目前的這個證據這樣子 那我們的部分 我待會會跟大家說明 我們的部分又跟他們不一樣 所以我才會說這個 我們其實是在 當初我們在根路 我們其實是世界 第一個提出來這樣的概念 那所以最後我們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我們知道說 神經受傷之後 他其實是有一個不可逆的 一個肌肉退化 就是再怎麼樣接 再怎麼樣討 你還是需要時間掌握 這個部分他其實就萎縮了 那平均來講的話 像美國的話 大概每個人都會 至少會 全部的話 美國大概每年都會花 1500億的美金 在這個醫療支出 包括他的復健 因為他功能 缺失需要請看護 這些費用是整個加在一起 是1500億的 這個醫療支出 真的是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在這邊 貢獻一些付費的話 其實不管是在台灣 在全世界都有機會 可以在這個部分 可以幫助一些醫療的進步 那目前我們提出的是 一個遠端的神經電視機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我們是去墊 遠端的肌肉 我們剛剛講 神經的一個部分 有細胞本體 加拿大那個團隊 是墊這個部分 那我們提出了剛剛 剛剛的相反 我們是去墊 遠端的這個肌肉 神經跟肌肉交接觸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提出的理論是說 可以增加這個交接觸的這個 微環境 但他這個地方感覺怎麼樣 神經還沒斷掉 因為他這個肌肉細胞 他為什麼會萎縮 是因為他沒有感受到 上面的人的鼓勵 就像現在那個拉拉隊一樣 打棒球還是要拉拉隊鼓勵 所以我們就是利用外援 從韓國勤來 從韓國勤來 我們就是利用這一電視機 維持這個機構 有拉拉隊一直在跟他加油 你的這個環境不要斷掉 說你還是感覺到 我有在關心你 在照顧你 這個電視機還是有進來 所以看細胞還是會魔化 他的一些神經滋養因子還是會在 這個是我們提出的理論 那這個理論 當初我們在提出這個時候 就是在美國提出來 就是在美國加州大學 跟那邊的研究者去合作 西北大學 跟還有一個團隊在裡面 就等於是我們在美國 就已經是跨州的 跟芝加哥還有加州的這個合作 這樣子 我們做的一個部分是 這個部分比較科學 我現在用簡單的方式跟大家說 那概念是這樣 神經受傷斷了一段之後 我們在這個遠端 這個地方給他一個神經的一個電視機 刺激的是這個神經跟肌肉交界的地方 我們就這樣子做一個刺激 這是我們的理論 所以跟加拿大團隊是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經由這些電視機 一個禮拜的電視機之後 我們這隻老鼠 本來受傷腳應該是會Q起來 會萎縮 就沒辦法走路 可是你練完之後 他這個六個禮拜之後 他的腳就會張開 有辦法走路 然後他的這些功能上 也都可以比較好 這紅色就是他有電比較好 然後沒有電就是很差 那這個即使是這樣用顯微 手術接起來還是很差 然後正常 跟正常的理想 至少有恢復到五六成以上 的這個功能這樣子 所以相對上是 還算是不錯 那真正的問題 就是像我剛提出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是不是 他曾經長到了 可是他找不到回家的那個鑰匙 這個門 他找不到那個門白號碼 可以進去 就在這裡 這個部分就是他的門白號碼 就是他的神經 神經跟肌肉交接觸的地方 兩個東西要接在一起 表示說他是 這個鑰匙對到那個門白號碼 那這個就是他的神經 跟肌肉末梢的這個地方 正常沒有受傷 應該是要長這樣子 那我們發現說 如果受傷 沒有 只有把神經 就我們傳統老師 交給我們的顯微手術 接起來之後 沒有 他們各自長各自的 對不到 所以即使有長 欸我說你這個有長 可是我 以前我就是不斷 不斷不斷就是這樣子 一個情況 因為他沒有接起來 可是呢我們經由電視機之後 我們這兩個紅色跟綠色 鑰匙就會對到鑰匙口 明白號 他就可以打開 所以他就可以讓他動 這個是一個 我們當初這個發現 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概念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這個研究 那時候從我在 2019年從美國會來的時候 再努力在台灣 再努力把一些東西補給 一年之後 我們有發表在國際 還蠻不錯的這個奇灘 一個頂尖的奇灘這樣子 那就是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在想要怎麼樣去把它做臨床 而應用 那我們就有再進一步 在台灣 我們另外再做這兩年 我再加做了一個部分 就是說好 我們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東西可行 可是我要找到最好的一個 治療的一個策略 也就是說 這個電視機 因為他有很多的參數 很多不同的這些調控 那這個東西就是接用到我們成大 跟成功大學的這個專業 我們有很多電機系的老師 一工系的老師 那我們在玩電的 然後在設計這些晶片 我們跟他們合作 繼續合作 那這個是我們台灣的強項 那我們成大其實有這些 那個半導體中心可以幫忙 還有我們可以可以幫忙 所以我想說 這個應該是未來 你們在整個在世界進入上 一個最大的一個貢獻 所以我們就跟他們這些人合作 然後針對這個肌肉的這些參數 我們去找了一大堆 SYZ 找了一大堆的參數 那這些參數裡面的話 我們有把它保護起來 因為這個參數 我們找到一些比較特殊的參數 有些組合 然後這些組合電下去之後 他的這個神經的這個肌肉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鑰匙 對到鑰匙孔這個數目就增加了 相對上就高很多 同樣都是用這個電視機 可是他這樣子電起來之後 他不同的參數 電的比較快 比較慢 電的比較多 比較少 這個整個綜合起來之後 這個套餐 你發現是肌肉細胞最喜歡的一個 一個A套餐或B套餐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子電了之後 我們發現說 跟我們之前在美國做的東西 又更突破 我們讓他肌肉的恢復 肌肉的重量 還有整個功能走路 都更好 這個是我們在台灣 自己做的這個發明 那所以同步我們有申請了 美國的這個專利 這個連食案 那也因為這個發明 我們得到在去年底的時候 就代表成大醫院 然後感謝整個成大醫院的這個 這個還有包括成大的這個團隊的合作 所以我們有拿到這個國家的新創權 是一個學研新創權 就是說我們用研究 然後未來有潛力 可以變成產品 一個研究的這個貢獻這樣子 這個是我們跟外科團隊 還有一共所有的團隊 然後也通常理到這個獎 算是一個小小的肯定這樣子 那可是之後呢 等到獎 那個意義不大 我們目前的話 是設計的一個概念 其實我們在專利上已經有保護 就是說 我們目前西用這個概念 就是說 直入一個電企 那這個電企的話 是一個最小化的電企 它其實就是一個導線而已 直入之後 它可以在這個神經受傷的部分 我們未來的設計是 針對這個神經跟肌肉這個交界處 我們直入一個電企 然後外面的這個部分 就是用一個調控 這個東西就會比較像是 我們在市面上看到什麼 傳奇生意的那些電的調控模組 所以最重要的還是在這個界面 所有的東西都是跟界面有關係 我們想要改善的是 這個神經跟肌肉界面 那藉由什麼 藉由人機界面 也就是說這些晶片的這些設計 我們已經有跟這些廠商 在設計第一代跟第二代的雛心品 針對這些部分 已經在驗證這個雛心品 但是說 既有這樣無線的這個刺激 然後傳到體內直入的這個神經導線 對這個神經的這個萎縮 會有些幫助 然後告訴這個肌肉說 這段時間你就是 就是先乖乖的 我讓你保持一個一個活性 等我神經掌握 這樣子 所以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目前是已經做到說 我們有做了學研的創新 然後也保護了這個專利 這個東西不會被大家搶掉 但是最重要還是在用到病人身上 因為我們還是離床醫師 所以未來呢 不過我們現在正在申請的就是離床試驗 怎麼樣用這些的 儀器這些概念 這個參數 怎麼在我們離床的病人身上 可以得到一部分的這些注意 目前我們也跟廠商在研究 怎麼樣從台灣開始 因為台灣我覺得是很有機會 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半導體中心 我們有台積電這些高階的 這些直入式遺產的這些合作 我們可以有條件可以設計這些醫療器材 這些直入式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會跟美國都會有競爭力 那目前在亞洲 目前沒有人做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說 在未來的10年內 有機會把這個東西能夠做到 從台灣開始 然後把這個醫療器材做出來之後 可以再賣到其他東南亞 其他直至是美國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未來的一個期望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是針對這個 我們所謂的中邊神經系統的 這個再生的電視器治療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謝謝 他得的都是最重要的大獎這樣子 包括他發表的那個期刊 那個不是普通的期刊 那是全世界第一 全世界做生物醫學 大概是第一名的期刊 然後得到國家的這個形狀感的肯定 那最後是他有把它自己的發明 要想辦法把它這個商品化 然後造福更多的這個病人 我想那個學醫師今天跟大家 所謂記者先生小姐 我報告的事情是一個很重要 而且是一個很突破性的這個發展 剩下的時間大概都會感覺很重要這樣子 因為神經 大家知道那個肌肉要收縮 那肉要收縮 要有墊 墊就是神經傳過去的墊 跟心臟一樣 心臟要跳的時候要有墊這樣子 沒有墊 肌肉不會動這樣子 那所以神經如果斷 肌肉不會動 肌肉就會消 大家可以看到一些病 那個肌肉反而就怎麼又消掉這樣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他發明這一招 用電刺激可以擋住這個不好的病 其實非常專門的問你 對這個其實是剛好講到 我們正在發展的一個計劃 這個計劃 其實我們現在持續在跟我們的神大有一個 玉山學者 劉文泰老師在合作 那這個部分是我們在 我未來 因為像這個我今年都還要再去 UCLA好幾個月 再做這個部分合作的部分 就是像剛記得今天聊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只有給他一個 就是我們餵他東西 可是他要不要吃 他喜不喜歡吃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我們在 目前在神大 已經 目前在預計要成立一個中心 我們已經找了很多人 包括復健科 然後包括一些電機系 還有立工所的老師 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提出的解法是 所謂的這個密閉式的迴路 也就是說 我們給他一個刺激之後 我要知道肌肉到底喜不喜歡 他有沒有活性 然後我要不要再加大這個力道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變成是一個迴路 就是說一個所謂的這個Coloss rule 我不知道他叫密閉式迴路 那必迴路 就是說我們給他電刺激之後 因為我們這個參數其實都用去調整 那給他一個迴路之後 在動物時間上 因為我們都是製造一樣的傷害 可是就像記者剛剛提到 有在冷的上面不見得 而且那麼複雜的神經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做這個監測的部分 我們用AI去做監測 也就是說我這個電視機下去之後 他這個肌肉的反應 那是高還低快或慢 那還剩下多少的肌肉其實還殘存著 那還殘存著這個部分 我們把這個參數再校正 再傳回來 我們要給的這個刺激 他比較好 那我就不用給那麼多 他如果比較不好 我一定要給強一點 就等於這個刺激 這個棒球隊的這個拉拉隊 也是會隨著一局上到九局 然後也前或落後 力道會不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的 在這個部分去做研發這樣 未來應該是一個回路型的一個刺激 那如果說我們傳統的 階神經的一個手術 他大概要花多久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說 可能他長了一年 那如果經過電刺激這個療效的話 治療的話 他大概可以說的多少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目前的話 我們還沒有臨床上的數據 但是我可以提供的是說 假設是從肩膀到手 原則上一年是怎麼估算 在最理想的狀況 我們經由一些動物實驗 還有目前我們臨床的經驗的話 最好的狀況 一個月是長三公分 一個月三公分 所以如果是三十幾公分 基本上就是一年以上 是跑不掉的 那至於說我們這個人體的部分 因為目前我們的動物實驗 還沒有辦法呈現這樣的數據 但是我們知道說 它的改善 就是說它的功能的恢復 到一定的時間點 它的功能恢復 是會有兩三倍的這個效益 就是沒有電視機 跟電視機 它的這個功能改善 只有至少兩倍以上的這個效益 但是在速度的這個部分 可能因為它牽涉到動物的部分 沒有辦法回應到人體 所以這個東西可能還是要做 之後的這些人體試驗 才有辦法有更精確的數據 因為這個部分 以這個遠端神經的電視機器 我剛才有稍微提到說 其實在全世界目前 我們那個論文其實是全世界第一天 所以也不知道說這個效果 到底會有多大 在加拿大那個國務部 他們是做近端的 從細胞本體去發出來的 然後讓它長得比較多 長得比較好 他們是發現說 大概如果以一個十二週的話 大概如果十二週會恢復的話 他們大概八週就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 大概時間是縮短了三分之一 但是在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要保守講 因為還沒經過人體的驗證 所以還不知道它真正會 期待會有多少的效果這樣子 那以上簡單回答 一個小小的東西 要植入植進去人體裡面 做比較長時間的這個電視機 然後才能回答這樣的問題 然後依照照太久的患者來講 比如說像那個小麻利 他那個那種萎縮 他就有那個療效嗎 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說以外傷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 我還沒有提供到那個部分 就是說我們在臨床上 我們知道說 如果是比較早修復 跟比較晚修復的話 它其實臨床的效果會 差距的程度會非常大 如果說你比較早來知道 修復的成功以肌肉來講 可能可以回復到六成 但是如果比較晚 例如說超過一個月以上 或兩個月來修復 基本上就只有三成 就基本上效果是非常差 所以一樣的概念應用膏 就我們講的那個是外傷 但是如果以小麻痺的這個部分 就可能牽涉到的是什麼 因為它是更長久 那它可能是 除了不是只有神經 它還有大腦迴入 還有肌肉的萎縮 這個部分 甚至到最後那個肌肉都很僵硬 需要打肉 有可能繼續把它放鬆 那這個機會相對上 就會更低一點 對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還是 當然這個東西是一個 衛教性的一個原地 我們還是會希望說 因為神經 我這樣講講有點廣告先例 就是神經的再生 其實一輩子也只有一次 這時候瘦三個之後 其實如果一開始沒有長老 它到最後都是疤痕 然後時間過的時候其實是萎縮 所以這段神經的重建 其實是非常重要 非常關鍵的一個時刻 所以當然是 我們會希望是越早越好 那以目前我們的這個技術 我們坦白講 如果是那個肌肉已經萎縮了 那沒有辦法再做什麼的話 我們讓神經長進去 其實功能也不會太多 那就變成說要回到傳統的部分 我們整形外科重建的手術 還是有很多方法 例如說我們可以從大腿 或是從屁股 拿一塊有功能的肌肉 例如說我們常常臨床在重建 那個顏面神經麻痺 那就是腦瘤啦 或是中風 顏面神經麻痺 那個臉都沒辦法動的時候 我們或是手的時間沒辦法動 我們會從大腿 拿一塊肌肉帶神經帶血管 上去重建 讓它這個大腿的肌肉 它是臉在笑的時候 在動的時候是可以動的 這要回到傳統的手術區 那當然未來 會不會有所謂的人工肌肉 然後人工的電子手可以取代 這個可能是未來要再發展的部分 這個試驗算是比較侵入性的 在台灣 因為我們現在的規範上是非常嚴格 在人體試驗的部分 所以除了我們醫院申請之外 同步的話我們要跟PFDA 就是那個食藥署那邊 同步我們現在兩邊在進行這個 申請的這個動作 然後它要評估過說 這個東西它到底是不是安全的 對病人 因為最重要的就是要沒有傷害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在做一個 申請的部分 但是其實我們初步的這個 安全性的驗證 其實我們有提供一些數據給他們 因為我們這未來要申請 我們在申請那個專利的部分 這個部分其實也要提供一個部分 對 那可能時間上會比較久 可是我們未來的希望是說 在明年開始 是不是可以開始正式的這個人體試驗 那如果說後續有這些 初步的這些結果 我想就是會在這邊再跟大外 那各位記者 記者大哥大姐 再做一個報告這樣子 在斷子 因為剛剛我講說是斷子斷壁 在我們陳大也都是整千萬科在接 跟是全國大概唯一只有陳大師 都是整千萬科在接 那那個時間點會比較重要 是因為血液供應的問題 就是肌肉的話 如果缺血超過六個小時 大概就沒救了 就像是心臟或心肌梗塞 腦部梗塞 那個幾個小時大概就完蛋了 對 所以那個保存 主要就是為了那個血液的 那個肌肉的那個保存 那神經當然是越早接 當然會越好 可是他接完之後 暫時一年內是不會動 那個斷壁我們接過很多 斷壁接完還有斷腳也是 一年接完是不會動的 他等到神經真的長過去了之後 那個肌肉 然後再經過一陣子的復健 然後他才有機會會動 而且功能通常都真的很不好 大概只有原來的兩到三層肌肉的力量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說 這項技術未來一旦真的在臨床上驗證 我們當然會找一個比較簡單 對病人來講風險比較少 比如說像加拿大那個做手腕的 這些部分的運用 但是未來 在如果這個東西真的可行 而且劑量上 我們經過驗證也安全的話 其實未來就像周圍記者會要理的 在其他的這些周邊的神經 甚至是中樞的神經 其實都有很多的這些應用性 例如說腸胃道的活動 然後或者是說 對這些造訣幹細胞的功能 那當然心臟也是一個 治癒神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全身上下因為 他都是神經在跳空 我們不管是運動 感覺甚至是什麼 膠感、副膠感 那要稍微再補充一點背景 就是像我們一些精神上面問題 憂鬱症 現在也都有除了藥物 有一些發展已經很久之外 現在有一些比較沒有副作用的東西 也是用電視機來刺激我們的民主神經 讓他這個心情比較愉快 不要胡思亂想 其實已經有這樣的一個療法 在這個所謂的神經科已經有在用 這已經是驗證 對 但是因為那個機制 跟我們的周邊神經的這個肌肉 又不太一樣 對所以這個部分還是 但是未來很多還是有機會 我們如果發展這些儀器的話 未來在這些部分都是可以 是可以應用的一個部分這樣子 這段沒有錯 所以大部分來講都是經由 我大部分接受到的Case 都是從周邊的 例如說骨科 復健科 神經科的診所 他們轉眼 因為這些診所都有一定的專業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這些功能 就是說他檢查了之後 他發現說什麼 他的功能有問題 他不太會動 一開始甚至有很多是 在外面都以為是什麼 晚睡到 給他開完之後 還是沒敢晒 然後再過來 所以其實很多 我們常常接受到很多這樣的案例 那目前的診斷大概只有兩種 一個是電身裡的檢查 知道說這個神經是哪一個部分的問題 然後那個地方的問題 如果不是我們常見的壓迫的地方 例如說像 晚睡到中間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很容易檢查 然後我們診超音過就可以看了 所以其實我們會去針對他的神經檢查說 他神經是一個問題 然後是哪邊出問題 然後呢 再針對那個調節 我們有影像學 看看說有沒有一些外 一些構造 有異常 那如果腫瘤的話 大概做超音波 或是做核實動證 就可以接對診斷 所以他需要好幾層 神經有問題 然後是在哪邊出問題 然後那個量是什麼問題 所以我們會再做一部分的這些檢查 所以其實 就像這位大哥提有沒有說 第一期期 因為這些病人 最後在檢查出來之後 可能也是大概從症狀 可能都是半年 對 那神經的腫瘤 又常常是比較難 大部分都是很多很惡性 我們常常遇到很多這種 比較不好的這些情況 就是其實很惡性 那重建之後 即使他的這些存活了 可能他那隻手還是廢掉 我們很多那種年輕的病人 其實都是這樣子 所以未來在這個部分 像那些 有人提出說 那你神經重建了之後 那再生的不好 你就給他打幹細胞 可是現在幹細胞 最大的一個理率就是說 如果是癌症的病人 或是乳癌 或是這些癌症 你要給他打幹細胞 會不會讓他再復發 所以在這個部分來講 我們就覺得說 未來在神經電視機 這個部分 或許他有辦法 比較不會有這些病發症 我們不敢說 因為我們沒有做過不知道 但是 覺得應該是會相對上 風險會比 幹細胞還在低一點 所以我們覺得 對這個東西 會比較有信心 在高峰 這樣就主願